你還是相信蔡英文會贏 請問蔡英文路線 要如何打敗韓國瑜路線 我認為小英這兩年半來 即便那麼多人批評他 可是小英總統的政策 利益良善 求好心切 他只是犯了一個就是 吃快撞破碗 當然這個我們慢慢來談 我還是認為說 國民黨你有了以天見韓國瑜 你就拔出來 你不要2020選輸了 再來怪兵器不好 這個是第一點 第二點 剛剛韓國瑜突然那個場面 你確定蔡英文總統心裡想的 跟你一樣嗎 對 我覺得我想的都一樣 你看我這麼久沒有罵韓國瑜了 所以這一次他聲望這麼高 真的其實這跟我無關 不是我罵的 你已經盡量克制了 不過世傑 你有跟蔡總統討論過 蔡總統也希望 國民黨推的是韓國瑜嗎 不 蔡總統怎麼看另外一回事 我覺得他現在忙於國政 其實選舉還不是到 總統大選那個關鍵時刻 我想他不是那麼在意說 國民黨到底誰出來選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剛剛那種場面一看 你看那已經 那不叫做造勢大會 那叫步道大會 你看那個大家好像聆聽 在聆聽神的聲音一樣 所以既然這樣 你剛剛不是說你要克制嗎 不 所以我沒有批評他 我沒有批評他 這樣還不是批評 不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很多人問我 說你為什麼認為篤定 我最早說韓國瑜 一定會出來參選總統 人家說你為什麼那麼篤定 我就說韓國瑜就像神 神愛世人 不是嗎 神他會出來解救 普羅大眾蒼生的痛苦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就不要再驚了 我剛剛批評國民黨是指什麼 是說天下之大 不是一個人或一個神個人 就能夠去定好這個江山的 所以國民黨你要長進 不是這樣嗎 民進黨再怎麼說 民進黨有論述 有政策 而且我們敢做 敢當 我們敢為國家的定位前途 政策負責 即便我們現在被批評 可是久而久之 大家會認為 我們民進黨榮獲有一些小錯 但是要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確的 而改革必須付出代價 只是這一個代價 不應該讓聲斗小民 他們來付出 我再一次強調 在任何時代 一定是政治經濟病重 不能只拚經濟 為什麼 你沒有政治的保護 沒有國家 沒有主角 你好不容易拚來的經濟 你是在幫誰拚呢 所以政治跟經濟是一體的兩面 兩者要並重 國民黨我不客氣的講 韓國瑜出外 韓國瑜早就被國民黨拋棄 大家看一看 為什麼三年前 他現在又回來領導國民黨 為什麼三年前國民黨 整個黨會被棄掉 國民黨個別每個人看起來 每個人看起來都好人 可是貪污事件 國民黨各個是好人 一起幹壞事 你看 你看林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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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因為 剛才因為偉翰提到了 剛因為偉翰提到了 高志鵬貪污這個事 貪污絕對是錯誤的 貪污一定是可惡的 可是大家冷靜想 高志鵬那個事情 他拿了50萬 那是政治現金 結果被曲解為貪污 好 他都已經去關了 可是大家看一看 林議事 葉士文資料 那貪污都數千萬 6300萬 2800 稍微遠了一點 我意思是說 國民黨過去是集體貪污 讓國民黨講一下 你說之前 敵人說像林議事這些 所以國民黨上部也輸得很慘了 但是我就說 付出代價了 三重這次我說 抱歉難聽一點 我覺得民進黨根本就 不該推人出來 你一個立委被抓去關 這次所有的補選 都是因為去選的 當選縣市長才補選的 唯一就三重是貪污被抓去關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如果真的要對得起人民 根本就不該提名 但重點是要回過頭來講 我覺得他一直把韓國瑜說 神 錯了 神是跟人民是不接觸的 接地氣 反而是他是因為接地氣 他講民眾聽得懂的話 做民眾看得懂的事 再來他真的是拚命三郎 就讓民眾覺得感動 還有你看他 我就比較剛才 蔡英文跟韓國瑜 你看那個肢體動作 對人的那個感覺 民眾是有眼睛的 一看就知道說 這個怎麼 所以我覺得他一直把他 神格化是錯 他反而是因為最接地氣 最懂得大家的心聲 所以這時候他才會 民調怎麼搞 所以你覺得蔡英文比較像神 對 才是 蔡英文才是走在雲端上 明年的觀察來看 民進黨的書面是大 但是不見得國民黨就一定贏 只是國民黨的機會比較多 但是柯文哲仍然有這個機會 如果說再把柯文哲 你終於又講了一個 我們大家忘了很久的人 對 我覺得還是要把他 放進來比的時候 科學家在你旁邊 為什麼要把他放進來 比的原因在哪裡 就是說國民黨在九合一之後 我們看到他們創造出 所謂的四個太陽 其實那是一個迷思 而且他是一個偽命體 為什麼呢 因為朱立倫也好 或是王津平也好 或吳敦毅或是馬英九也好 其實他們都是過去的 真正的太陽事實上是三個 就是三子 也就是說當侯友宜大敗 就打敗了大盛蘇貞昌 他在新北市 你看他得票率有多高 盧秀燕他在台中 大敗林佳龍得票率有多高 韓國瑜在高雄 你看大敗陳其邁 得票率有這麼高 其實真正有實力的 有政治資源的 有行政資源的 其實就是這三子 所以真正的太陽 是這三個太陽 這三個太陽中有兩個太陽 是沒有意願 也沒有表示任何意思 要出來選 那有一個太陽 是因為他擊敗了 長期被綠營控制的高雄 所以他的這個太陽 特別的光彩耀目 光彩耀目 而且他又是一種非典型的人物 因此韓粉們很多人 希望他出來改變國民黨 希望他出來改變台灣 希望他出來 終結民進黨的執政 我覺得這個是有很大的一個期望 但是如果我們看 整個民調這樣一直來看的話 韓國瑜一直維持領先 但是他目前來講還沒有突破 四成五到五成左右 所以也就是說 另外兩個人裡面 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是跟民進黨來說的話 換言之也就是說 韓國瑜的盛面大 但是還要努力 也就是說我現在有盛面 你現在在激勵韓粉 對 我覺得我有盛面 我如果能代表國民黨 然後我出來角逐的話 我的機會比較大 但是我還要再努力 因為別人不會那麼坐待失敗 別人不會說我就束手無策 他一定會想方設法 那麼要跟你一戰 所以我覺得這個戰爭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此對國民黨來說的話 他的內部裡面 我們就看到有焦慮的 那麼也有覺得說 這是一個我的好的機會 如果韓國瑜不出來的話 那我出來 可是我們目前觀察到 民進黨內對韓國瑜出來 他們的態度有在轉變 也就是說可以 歡迎呢 你說的是王世傑嗎 不是王世傑 我最早講 我最早講 劉四方也是這麼說 其實我的判斷是這樣的 我的判斷 因為他們認為 韓國瑜一旦離開高雄的時候 那麼高雄市長勢必改選 勢必改選民進黨 如果國民黨沒有辦法 再推出一個像韓國瑜這麼一樣 有接地氣和南部人口味 對 而且能夠贏得高雄的人的話 我覺得他們在培養陳其邁 又拿回高雄 對 再把高雄拿回來 所以韓國瑜跟陳其邁 會同一天就職 一個是高雄市市長 一個是總統 所以我覺得對於民進黨 因為我發覺他們的講話 他們的態度有在微妙的變化 就是他們認為韓國瑜出來的話 那麼高雄他們還可以一戰 這是他們的第一個看法 所以你看已經開始有聲音了 開始有聲音說 你韓國瑜要出來選 你就要辭掉高雄市市長 那韓國瑜出來選一辭的話 那還得了 那等於是幾個月內就要改選了 那你高雄市市長改選 完了以後才是總統的選舉 所以我覺得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韓國瑜當然覺得不能辭 高雄市市長 如果韓國瑜要出來選總統 他當然不能辭高雄市市長 如果要辭 那所有人都辭 柯文哲也辭台北市市長 蔡英文也是中華民國總統 大家都辭 要不就是大家都不要辭 我覺得這一點一定要守得住 我們台灣的選舉真的好累 因為選下一個職務又要辭職 因為有好多人要同時一起選